我加油 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是武汉不吃 然后存在那里加50块钱的油 那个油表啊 不是 那你为什么非买车呀 条件不到 咱就不买嘛 这条件其实也还是差不多能够弄得走的 只是他管我管得真的太严了 太难了 有钱也不拿给我用 我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太没面子了 有一次我不是下班回家 我说饿了 没吃饭 我说回家到门口买点压薄 压头 回家先吃一下 我就买点东西回家吃 结果旁边还有人 你知道吗 东西都买好了 结果一付钱 既然没钱呢 我当时就打个电话给他 我说赶快给我微信赚几十块钱 我买了点零食 没想到他竟然不给呀 我真的很生气 我回家就跟他吵了一下 对 我就是没有给他 我这么努力地赚钱 自己想买点东西啊 买点什么的 几十块钱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觉得我这日子真的过得太难了 你们结婚的时候就是说好了他管钱是吗 没有 刚开始是他管的 然后后来买了车我就拿过来给我自己管了 也就是说在买车之前其实你们家的经济还行 他管得也不错是吗 对 但是他就是上一次没经过我同意 他就去十字买了车 我不是也跟他商量过他不同意不同意我自己就想着嘛 现在我们结婚了有小孩了我老妈就从县城到市区帮我们带孩子 四百多公里我老妈都一年没回去呢 我就想着啊买了车啊以后回家也能方便一点啊 也能让我老爸跟我老妈经常在一起聚聚啊 以后你出去啊带宝宝出去啊也比较方便啊 现在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子啊 包括你爸妈包括我爸妈 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能理解我们呢 我们才刚结婚没多久 现在又有小孩 开自一个月肯定很大呀 你不买车的话他们也不会怪你 而且妈妈和我们一直住了 就是我怀宝宝的时候就一直在照顾我 到现在也在带宝宝 然后我就一直挺心疼她的 觉得她真的挺累的 然后平时我也有什么东西 我都会给她买啊 而且我和妈妈在一起那么久了 从来没吵过架 脸过红啊 这个妈妈是说南方的妈妈 对 南方的妈妈 你妈妈呢 我妈妈我妈妈身体不好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生病了 甜重住院住了接近快一年 所以就是我们俩结婚 我爸妈就也不能帮我什么 而且还有妹妹比较小 所以她现在买个车 就搞得我们现在家里情况 就是生活质量都下降了很多 这不也是暂时的吗 但问题是她的工作性质决定了 就是她那个工资不能每个月按时的花 然后就要几个月结一次账 比如说这个月结了 然后下一个月就有什么突发情况 用了吧那个钱 下个月就没办法了 我不是每结一次账都够还好几个月的吗 家里面开的是有这么大 她自己也能赚一点呢 应该也能够的啊 她车子非要给我卖掉 我们一起努力嘛 这日子也会慢慢好嘛 把这个车贷一年多还完了 然后我们不是日子又慢慢慢慢的再好吗 你看我们两个人刚结婚 从什么都没有到重庆来 还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啊 每天都这么辛苦的工作 我还不是想对你好 也让你会好一点 我知道你工作辛苦啊 刚开始我也挺心疼你啊 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就买车 那么大东西 根本没有经过我同意就去买了 现在搞成这样 现在您出去工作吗 我现在出去工作了 哦 等于您也在工作 您也在工作 对 现在宝宝是妈妈在带 对对 是吧 其实我们现在努力一点都节约一点 其实都是能够弄得走的 我就觉得我买了这个车以后 他对我真的是 哎 一点钱也不给我 就连上次中秋节的时候 过节回家啊 买了一个车嘛 我们就想回家走一下亲戚啊 嗯 那一年多都没回家 我说那些亲戚啊 就比较亲的 就是我爸妈的兄弟姐妹嘛 我说每家都走一下 一家拿个几百块钱去一下 他就不给啊 那我为什么不给啊 现在家里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每家给几百块钱 那一段时间不是刚结了一点钱吗 那时候回去的时候 我们多多找找 那之后怎么办呢 那时候结了一点钱 你想过之后怎么办没有 而且我也没有说不给 对吧 我觉得买点东西去走走就行 那有心意到了就可以了 嗯 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每家就是给几百块钱 没必要崩那个面 对 那么就没有必要